台湾米品质好还能外销 来看到新竹县新丰香举办了稻米达人冠军赛 16人进入决赛 那么其中青龙刘振宇管控插秧疏值降低病虫害 而李东角则是靠着控水灌溉 两个人都种出了好米 在分组赛夺下冠军米王 一粒粒稻谷外观饱满 去壳后糙米大小军衣 精致白米则是晶莹剔透 新丰香农会举办稻米达人冠军赛 共16位农友进入决赛 新丰香的稻米是我们全县稻米栽培面积最广的乡镇 今年度大概1300公顷左右 占全县的三分之一 那今天稻米比赛的规模也是全县最大的 分乡米组跟非乡米组 受到了一个部分的一个病态的一个影响 但是整体的一个收成还是相当的好 那在品质上面也不错 让辛苦的农民种植稻米的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让它的品质都升级 然后让它的辛苦大家都可以干得到 新丰种植1300公顷 占全县稻作三分之一 总产量达5500公顿 冠军赛这次有20人参赛 分两个组别 比外观性壮 七位评审也针对十位评鉴 其中李东角退休后才开始务农 控水灌溉得宜 种出好品质 拿下香米组冠军 37岁青农刘振宇 栽种20甲 控管插秧输职 维持稻作通风 降低病虫害 获得非香米组冠军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该做一些的防护的措施 比如讲就是后期的倒热病 我们在先前要怎么样来预防它 预防重医治疗 以前的重肥 然后现在调整到合理化施肥 第一个我们可以有效的节省成本 然后又可以达到我们的收益是相同的 两位米王出炉 现场也端出火龙果米卷 南瓜炒饭等创意米食米版 农会也辅导39位农友加入产销履历验证 持续推广新风毫米到全国